曾提出的質疑如今成真 陳時中延長機組員居家檢疫 柯文哲直說危機來了 但他的夫人陳佩琪不打AZ疫苗 也被議員炮轟是危機 陳佩琪醫師打了沒有 他在看有沒有更好的疫苗 就是有這種心態 所以大家都變成說我要等好的疫苗 議員這段質詢讓陳佩琪很火大 反問洪建議市長都去打疫苗了 難道要不顧老婆議員 硬推去打AZ才叫鼓勵嗎 因為目前台北市疫苗 總共有28700劑 截至9號為止 總共接種18900劑疫苗 雖然已經有提升 但議員還是覺得接種率太低 柯文哲哪敢幫老婆發言 但陳佩琪說如果是因為我在聯誼議員可以發函 請總院叫醫護都打AZ 否則就開除 議員在議會通批我一個基層醫師 是哪來的權力管人家 陳佩琪更問總統打了嗎 議員不是更該關心總統嗎 尤其總統常接待外交泡泡沒隔離的外賓 更重要更有義務為民表率不是嗎 蔡總統是屬於國安問題 我的陳其管不到我會去打 那也希望我去安排打的同時 那我也希望佩琪醫師要不要共襄盛舉 他講的話會起到這個打臉我們市府政策的效果 蔡總統是要留給這個國產疫苗出來之後 他會率先打嘛 對於陳佩琪的火力反擊 綠營把矛頭對準在聯誼工作的陳佩琪 不讓這一把火向上延燒到總統 TVBS新聞 朱光宏 李平宜 台北報導